郭董事實上已經展現了他還是大民國的熱愛 還是以大局為重 希望是主流民意可以團結 所以我覺得現在國民黨要做的事情是 一樣是把郭董事長拉進來當作國民黨可以結合的力量 畢竟郭董還是有一些知識男跟經濟男的知識者 那他也大局為重 站在中華民國立場 看起來是會退選 他也有近百萬的聯署支持力道 我昨天看那個局勢 郭董事已經放下 而且是以說他要當統窟 然後是要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他自己不但願意退 還願意看能不能試著撮合這個國市長跟柯主席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是最後已經要希望讓六成的這個主流民意 要成說讓主流民意可以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所以我個人不會登記